女星卸妆后差别大,杨米认不出来,刘晓庆最意外,她不忍直视。 杨米生完小糯米一直走清楚女路线,没想到卸了妆就是一个大写的青春学生妹啊。 皮肤细腻白皙,比带妆更显年轻活力。袁永仪保养才叫真的好,年过40了。 素颜的样子竟然和她化妆时候差别不是很远,真是厉害了。 景田前阵子在微博上她毫无顾忌的直播,内容则是她卸妆,不得不说这样子实在是接地气。 很多网友觉得卸了妆的她更有邻家姐姐的感觉,不过这大双眼皮实在有些强劲。 Baby在卸妆之后,皮肤看起来不是很好,和戴妆简直是判若两人,让人大跌眼镜。 迪丽热巴也太美了吧,简直是书里走出来的小仙女,想。 亲亲抱抱举高高。 刘嘉玲给人的感觉很知性,有气场。 呃?卸完妆后真的气场全无,比较接地气。 素颜下的张子怡,真的有大妈的济世感呀,看来是休息不足,过于托劳。 王欧也曾在节目里卸妆,一向烈焰红唇的她少了浓妆的加持,美貌弱的不少,但是不得不说她还是好美呀。 这大妈是谁,差别也太大了吧。 刘晓庆也曾意外被卸妆,因为参加某节目需要下水,可谓是真实素颜马上就显现出来了,皮肤确实很白,只不过因为年龄太大了,有些皱纹。 戴妆的赵丽颖看清来很有精神,很可爱,卸妆后显得没有精神,有点像邻家姐姐。 虚情卸妆后有变化,而许晴被问及脸上的痘痘时,则表示武汉热前面太好吃了,就多吃了些。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,卸妆后的许晴与之前判若两人,更有网友,卸妆后的她像真实年龄等,不过对于49岁的人来说,许晴这样已经是非常不错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